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来丽江旅游,怎么能不逛一下丽江古城呢? 今天这一期视频带大家沉浸式逛丽江古城 话不多说,先来一小段的古城基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进入正题 我们逛丽江古城的路线是这样子的 先从古城的南门排坊进入 沿着街道一直走 分别打卡南门桥、万子桥、幕府、关门口、櫻花餐厅、四方街、文昌宫、古城大水车、大研花巷、振兴巷、大石桥 最后回到四方街,结束这一次的畅游古镇之旅 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现在我在云南的丽江 今天这期视频带大家沉浸式逛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古城之一 四大古城分别是什么呢 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徽州古城以及浪中古城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云桂高原上的这个丽江古城 这个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古城了 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又名大岩镇 坐落在丽江坝中部 时间于顺末园出 地处云桂高原 面积为7.279平方公里 很多朋友来丽江旅行 必去打卡的第一个景点 就是丽江古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趣味图 丽江古城一山傍水 多条小溪在城中要行 西边的幕府更是依偎着狮子三而见 古城里的道路都是石板路 两边的建筑都极具古典韵味 如果你是白天逛古城 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过来逛 早上的时候人少清静 和煦的阳光洒在古城的每个角落 这个时候你无论在哪里拍照都挺出片的 如大家所见 古城里有非常多的手工艺品店 特产店 旅拍店 小吃店等等 路上的行人并不是很多 因为石板路的缘故 一路上我只看到了垃圾车在街道上行驶 其他基本上都是三轮车或者拉货的小推车 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你的行李比较多 一般不建议在古城里住 除非你坐人力三轮车 否则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拖着行李箱 那声音很刺耳 那感觉也挺累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打卡的第一个地点 南门桥 这条街道两边的房子 屋檐上都挂着各种各样的风铃 风一吹过 清脆的风铃声响起 让人心情很愉悦 看着小桥流水 继续往前走 第二个打卡点就是万子桥 这里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很多旅拍机构会带游客过来这边拍照 在晚上的时候拍照也非常出片 打卡完万子桥后 我们来到了关门口 其实以前叫做关门口 关门的关 后来丽江为了发展旅游 才改成了关门口 在以前 关门口是达官贵人和穷人的分界线 里面是富 外面是穷 这一道门代表了权力 潜力和权力 是不可侵犯的标志 走过关门口 我们往牧府方向走 往后面呢 就是牧府 这个牧府呢 在几百年前也算是丽江的紫禁城了 双一号打紫禁城 然后他这个牧府呢 牧师家族在很多年前 就是统治丽江这块地区的吐司 包四好像经历了十几位吐司了 统治了三百八十多年 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里面据说啊 这个木质结构的一些建筑啊 都特别的精美 特别的好 如果说大家对于历史文化 对于那种土建啊 建筑相关的文化 特别感兴趣 其实可以买票进去里面 这个门票呢 是四十块钱 全票 如果说是老年人退休了 或者说军人啊等等 学生啊都是有优惠的 大家知道吗 其实牧师家族 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纳西族啊 他是没有汉姓的 但是自从他在明朝的时候 归顺了那个朱元璋 行人臣之礼嘛 然后朱元璋就特别开心了 然后就 赐了一个姓 就是把朱的姓 把一撇一横去掉 把这个牧姓赐给了这个牧师的祖先 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行牧姓了 之后呢 像这个牧府这一块 他们发展的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 牧师吐司呢 他就真的就是 哇特别的虚心 各种的接纳 吸取吸收那种先进的技术啊 文化啊 这些东西 然后就让这块地区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所以明代也是这个牧师 还有纳西竹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离开牧府 我们来到了很有名的网红餐厅 樱花餐厅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纳西竹装修风格的餐厅 真的很特别 手骨里 盆栽里 瓦片里 屋顶上 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多肉 除了多肉 还有各种印记的鲜花和绿植 这个地方 最适合打卡的时间是在傍晚以及晚上 餐厅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全部打开之后 配上烟雾缭绕的效果 让你感觉自身于人间仙境 这个地方是四方街 也是丽江古城的中心位置 交通四通八达 周围小巷通幽 据说是明代牧师徒斯 按照其印喜的形状而建的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个打卡地 就是四方街 四方街呢是处于丽江古城的中心位置 这边非常多酒吧 到了晚上真的是 这边特别吵 那边也特别吵 后面也是特别吵 都是在各种唱歌啊 民谣啊 摇滚啊 全都有啊 就特别热闹 晚上的时候这边人是最多的 从这个位置可以通向不同的方向 接下来呢 我们去打卡一下第七个打卡地 其中有一条雨伞像 顶部挂满了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的油纸伞 湛蓝的天空作为背景 油纸伞上映着东巴漫画 使得整条街道趋意十足 在这边拍照真的很好看 打卡完四方街后 我猜有的朋友可能想要站到高处 俯瞰整个丽江古城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继续往西走 旁边是丽江古城的狮子山 这里有不少观景台 不过都是私人经营的 实际上就是餐吧酒吧 如果你要进去拍照 那么你需要做一定的消费 狮子山其实也可以在高处俯瞰丽江古城 但如大家所见 狮子山公园也是要收门票的 所以这得看你的预算 我本人是不太喜欢去收费的景点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不收费 又能俯瞰丽江古城的观景台 沿着街道一直向北走 你就可以来到文昌宫 这里的观景台是可以俯瞰丽江古城的 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在这边拍艺术照 整座丽江古城 在观景台拍完打卡照后 我们可以逛一下文昌宫 文昌宫时间于清庸正三年 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 电视剧《一米阳光》就曾经在这里拍摄 参观完文昌宫后 我们接着继续往北走 前往古城大水车 将近大水车的这条街道 你可以在这棵树下拍照 远处的雪山 近处的古建筑 加上可爱的你 这肯定很出片 步行不到5分钟 我们来到了古城的大水车 其实这个水车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实际上 这可是丽江古城的标志性建筑 和丽江古城的地标拍个照 我觉得作为一个游客 这种到此一游的照片是少不了的 离开大水车 你可以沿着新一路向大岩花巷走 大岩花巷实际上就是个商业综合体 吃喝玩乐全都有 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许多东八许愿牌 如果喜欢拍照 那么来一趟这里也是不错的 如果你觉得大岩花巷不好 那么你也可以来到振兴巷 这个路口也是很多摄影师拍照的地方 丽江古城依照周围的山势而建 振兴巷这个路口刚好是在高处 巷子从高处向低处蜿蜒 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 有众生感 层次感 拍完照后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向西走 来到最后一个打卡点 也就是大石桥 这一座桥位于丽江古城的河中段 因为桥下面可以看到玉龙雪山的倒影 也叫应雪桥 当然看不看得到 得看时间和天气 大家也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美女在拍照 这个地方晚上的时候会非常漂亮 河的两岸会有很多绚丽的灯光 晚上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离开大石桥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四方街 刚好就是丽江古城的正中央 这边现在人特别多 到了下午的六点钟之后 古城里面人就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没那么热 然后酒吧轻吧各种就唱起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了那我现在要准备要回去了 今天这一期沉浸式逛丽江古城的视频 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